行销管理有八大经典模组 它们是 1.市场洞察 2.客户细分 3.目标客户选择 4.定位与品牌 5.市场行销组合 6.量化指标与结果追踪 7.团队架构与考核指标 8.骇客增长 模组一 通过市场调查了解宏观环境 了解行业 了解竞争者和了解客户 市场洞察应该包含四个维度 宏观环境洞察 行业洞察 竞争者洞察 和目标客户洞察 对于这四个维度的洞察 其实都有专业而经典的模型工具来支援 具体而言 有五个经典而实用的市场洞察模型 模型EPEST模型用来分析宏观环境 它覆盖政治与政策political 经济与行业economic industry 社会与消费者social and consumer 和科技与产品technology and product 的四个方向 模型二 波特武力模型用来分析行业上游下游 竞争者 新进者 替代者和自己 模型三 SWOT模型用来分析竞争对手与自己的优劣 时 机会与挑战 模型四 竞争者模型用来鸟看直接竞争对手 间接竞争对手 替代者和潜在进入者 模型五 使用者画像Persona模型用来详细而生动的描述消费者画像 市场洞察资料可以被分成一手资料和二手数据两大类 我们通常先收集二手资料 如果二手资料实在不够用了则考虑收集一手资料 一手资料的收集方法是先用焦点团体或深度访谈这样的定性调查工具来发掘位置挖掘深度 然后用调查问卷这样的定量调查工具来将态度 行为 趋势等 用数字表达出来 资料收集的方式正在发生重大变革 利用技术手段来追踪正在取代向客户提问的方式成为主流的资料收集方式 即使没有市场洞察 即使我们也可以打仗 只是打得没那么准而已 市场洞察的本质是 让我们了解更多 打得更准 这是一个需要持续做的工作且永无止境 模组二 进行市场区隔 因为客户是多样化的 模组三 从若干客户细分市场中找到最有利的一个或几个部分 也就是进行目标客户选择 决定我们有限资源只服务谁 市场区隔和目标客户选择的基本问题是 为什么我们不要服务所有的客户 客户细分怎么做 目标客户选择怎么做 选择指服务谁并不仅仅是后来者和弱小者的竞争方 是 大企业在高度竞争环境下也会用同样的方式 凭什么微信就可以服务所有客户呢 在丁丁出现之前 私人和工作场景的沟通都会在微信里面完成 但当竞争加剧 丁丁成为主流的工作场景沟通协同工具之后 微信已经往回退到专注私人沟通场景了 也就是微信也在一步一步被逼退到专注部分戏份场景了 而非所有人的所有沟通场景 将客户分群的维度可以是地域 年龄 可支配收入 性别 家庭角色 对某个产品性能的关注度 甚至性取向等任何维度 同时用的切分维度越多 则客户也被分得越细 但不是分得越细越好 而是要恰到好处 这个恰到好处指的是 每个细分市场可以被差异化的描述 且每一个细分市场的量级也够大 目标客户选择 是从所有的此客户群中 只选择部分作为主攻目标 当下的市场竞争 已经很难让一个产品适合所有人 所以企业会只选择一个或若干各自客户群 作为主攻目标 其产品只用于满足这些人群 并且相对竞争对手 有足够的差异化和竞争力 模组4 确定我们要占领客户心中的哪个位置 也就是定位 同时为了实现占领这个有差异化的位置 我们决定具体给客户什么样的包含功能利益 和情感利益的沉默 也就是我们的品牌沉默 4定位其实是品牌的定位 让品牌去占领那个差异化的位置 定位与品牌 是行销管理的灵魂1市场洞察 2市场区隔和3目标 客户选择这三个模组 都是为了分析并决定 只为谁提供什么样的差异化定位和品牌 而其后的五行小组合 六量化指标与结果追踪 七团对架构与考核指标和巴亥克增长模组 则是付诸行动 做出这样的品牌 定位和品牌 是各自独立却高度关联的两个元素 并且它们在理论体系和落地打法上的重要性都极高 关于定位的基本问题是 定位是什么 定位理论中有哪些经典的方式 定位如何执行 定位理论的创始人特别强调 我们不要说产品定位 product positioning 而只能说定位positioning 因为虽然定位是从产品出发 但定位不仅关乎产品本身 它也会设计名称 价格 包装 销售环境等所有说明我们在客户心中建立定位的各方面 定位具体怎么做呢 有三种经典的定位方式 要领导者定位 二挑战者定位 三重新定位竞争对手的定位 要领导者定位 一个产品或服务品类的先进入者 或者 希望客户相信自己是这个品类的先进入者的品牌 通常都会用领导者定位 二挑战者定位 在领导者的身上找到薄弱缓解 或者在领导者尚未满足客户的需求点上找到空白 让自己填补尽这个空白 三重新定位竞争对手的定位 已经有领导者了 并且很难找到空位做挑战者 那就创建自己的空位 定位图的制作 包含两部腰把竞争参照物品牌和自己的品牌放进途中 二分别回答 我们是谁 我们做什么 我们有何不同 这三个要素 腰到底让什么去占领客户心中的那个位置 答案是品牌 二品牌包含功能价值和情感价值的沉默 我们需要根据那个位置的构想来设定品牌沉默所对应的功能价值和情感价值 并且让客户相信这个品牌真的就在那个差异化的位置上 要品牌是一个沉默 包含对客户在功能和情感价值 承诺也就是品牌的力量 给客户明确而稳定的预期 能差异化 能推动客户决策 普通消费品的功能价值占比较高 而高端奢侈品的情感价值占比极高 从历史进程来看 品牌理论是先出现 而定位理论是后出现的 定位能提升品牌生产力的原因是 当品牌出现在客户心智中 那个差异化位置上 品牌是高度差异化的 因为高度差异化 与客户的沟通会少费口舌 少花广告费 品牌更有能力吸引客户 并打败对手 品牌是一个沉默 如果没有实现定位目标的驱动力 如果没有提前的刻意叼准 A公司 B公司 C公司 D公司和E公司对客户的沉默 有可能真的是一样的或相似的 模组5 通过市场行销组合 来表达并兑现我们的品牌 对应的沉默 市场行销组合 也就是大家熟知的4P 包含1产品 2价格 3管道和4促销 产品 价格 管道和促销在实战中 到底应该怎么操作的 有4个法则 法则1 将4P组合起来 合力兑现那个品牌沉默 并且让4P高效协同而没有冲突 法则2 建立4P中的优势长版 法则3 快速补4P中的劣势短版 法则4 如果尽力做了前三件事 但还是发现产品价格和管道 这前三个P与竞争对手不分伯仲 或比竞争对手更弱呢 那就在促销这第4个P上发力 通过反复沟通和更高声量 让客户感觉我们更好 促销组合 Promotion Mix是我们与客户沟通 并说服客户的工具和方法 整合行销传播 只将传统广告Advertising 数位行销Digital Marketing 公共关系Public Relations和销售促销Sales Promotion 这四类传播工具整合 而需要将它们整合的原因 是上述四类传播工具 在客户的不同购买决策阶段中 所能发挥的功能不同 经典的AIDA模型 将客户购买决策行为 分为四个阶段 一认知Awareness 二兴趣Interest 三决策Decision Making和四购买Action 整合行销传播的 四类传播工具中的每一类 都能在所有客户决策行为阶段 发挥作用 但因为各自属性不同 导致在不同阶段的推动力 有很大差别 所以需要整合 以取长不短 并达到最优的传播效果 整合行销POES模型的操作逻辑是 先用付费媒体Paid Media解决客户的认知 然后自有媒体Owned Media和转的媒体End Media解决客户的兴趣 和二次传播 最后销售平台Sales Platform 解决客户的购买 POES模型有三个优势 一是明确建议了先做什么 后做什么 二是美类媒体下面有哪些具体专案 三是让企业更加关注付费广告之外的自有媒体资源 客户的内容贡献和二次传播 也就是赚的媒体 整合行销传播包含传播三要素 目标客户audience 传播内容message和传播管道communication vehicle 一目标客户 行销管理八大模组中的二市场区隔 和三目标客户选择共同回答了指服务谁 其实就定好了目标客户 二传播内容 大方向早就被定位于品牌决定了 他们是第四模组 我们的传播内容 始终将围绕我们是谁 我们做什么和我们有什么不同 对客户的那个品牌承诺 三传播管道 正和行销传播的四个工具如何配比 在CMO的秘方中已经有了 并且这个配方在悄悄地反复运算 也计定好了传播管道的组合 模组八 骇客增长 海平 growth 是用高速度 跨职能的试验来驱动增长 来提升所有行销工作环节的效率 关于骇客增长 有下面几个基本问题 骇客增长的本质是什么 骇客增长的玩法有哪些 有了骇客增长 还需要投广告吗 骇客增长的团队怎么配置 CXO中到底谁才是 骇客增长工作的第一负责人 骇客增长的使命是尽一切可能挖掘一个产品或服务的增长潜能 并且这是一套通过高速度 跨职能的试验来驱动增长的方法 在每一个成功案例中 增长都不是通过传统的广告行销获得的 而是通过城市设计上的一些巧思 而且都是在预算紧张的情况下实现的 成功的骇客增长试验 能从客户拉新 启动 销售 留存和推荐这五个方面带来增长 骇客增长是 一套通过高速度 跨职能的试验来驱动五种增长的方法 骇客增长作者肖恩爱里斯 在实战指导中 特别强调贯穿客户全生命周期的五个阶段AARR 这五个英文字母分别代表的是 邀惑前客 Acquisition 二启动Activation 三销售变现Revenue 四留存Retention 和五推荐Refro 骇客增长 希望在行销管理的任何环节发现机会点 来驱动增长 但归纳起来 具体包含五种类型的增长 要更多的前客 二更多的前客启动 三更多的前客转化成销售额 四更多的客户留存 和五更多的客户推荐 最后当五种增长汇聚在一起 实现了客户全生命周期价值的最大化 骇客增长流程怎么操作呢 步骤一 提出一些可能带来增长的想法 步骤二 将这些想法排优先顺序 步骤三 快速测试 步骤四 分析结果 并依结果快速反复运算 最后 将上述四个步骤快速而无限回全 模组六 量化指标与结果追踪 是为行销工作建立导航系统 设定目标 追踪过程和结果 设定量化指标 和用资料报表体系来追踪结果 就向市场行销团队创建了导航系统 设定目标 追踪过程和结果 随时回馈现在处在哪里 距离目标还有多远 有偏离目标吗 九偏的机会点在哪里 顶层量化指标是CEO对市场行销工作的期望 行销团队内部会拆解出非常详细的市场行销部内关键指标 用来评估和优化各职能工作在每一步的过程和结果 这些过程指标放在一起的时候有逻辑先后关系 并且资料量形态类似于漏头 所以称为市场行销部内关键指标漏头 行销工作的本质其实是两大块 品牌和流量 要关于流量工作 最近十年 随着技术的发展 当行销团队开打的时候 客户的全生命周期行为都可以并且被要求追踪和量化 比如广告的曝光术 点击术 App官网络地页上的浏览人数 到达率 跳出率 停留时长 前客数 留名单数 留名单率 然后还有客户什么时候初次购买 有没有复购 推荐了谁 以及客户在各环节上的转化率 成本和投入产出比ROI等 上述这些流量相关的过程与结果资料都会被行销团队用漏斗展示出来 二关于品牌工作 很多企业会把品牌认知度 品牌美誉度 百度搜索指数 品牌占有率和客户满意度 作为反映品牌相关工作的量化目标 行销必备六套资料表 第一套F表 市场战斗报表日月 F战斗Fight 第二套P表 年度计划与达成表 P计划Plan 第三套M表 媒体选择与反复运算表 M媒体选择与反复运算Media Choice 第四套D表 分程式和分产品等维度的拆解表 DY决定 第五套CR表 创意表现与反复运算表 CR代表创意Creative 第六套T表 基础指标追踪表 T追踪Tripping 模组7 团队架构与考核指标 是为行销工作建立队的团队 并用队的考核指标 激发团队使命逼达 如果没有队的团队 市场行销工作很难做对 目标也无法达成 在人方面 我们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 市场行销团队组织架构 如何设置 有哪些子团队 具体需要什么样的岗位和人数规模 如何顺应时代变化 考核指标是什么 市场行销团队内 至少包含以下十多个可平行汇报给市场行销负责人的子团队 或者工作职能 1.市场洞察 2.品牌 3.公关关系 4.数字行销 5.传统广告 6.大资料 含客户关系管理CRM 7.创意设计 8.骇客增长 9.零售Retail 10.战略合作 1.业合作 11.的推 12.社交媒体 公共关系 数字行销 传统广告 社交媒体 战略合作和地推 这六个都是为整合行销传播服务的 即市场行销组合的第四个P 市场洞察和大资料 这两个是为市场洞察服务的 零售是为市场行销组合的管道服务的 即市场行销组合的第二个P 品牌和创意设计 这两个是为定位于品牌服务的 骇客增长团队 是为骇客增长服务的 最近10年 随着技术的发展 客户的全生命周期 变得越来越可被追踪 也就是从客户接触广告到下单 到复购 再到推荐拉新等行为 都可以被量化且无缝连接起来 行销团队做每一分钱的市场投入 都可以连接到销售额 投入产出比ROI和利润指标 并且能追踪其中每个环节的转化率和成本 因此 行销团队开始更有能力 对最终的销售和利润结果负责了 前客数量 销售额和市场投入产出比ROI 这三项指标的组合 被一些领先的互联网家企业用来作为 CMO和市场行销团队的三大考核指标 要前客数量作为市场行销团队的考核指标 是最容易被理解和接受的 但如果市场行销团队只背着一个指标 必然会与销售团队有利益分歧 市场行销和销售团队 必然在满足前客数量的同时 在前客的品质上面发生分歧 当销售团队的转化率不理想的时候 双方必然争议是否前客品质不够好 二 市场投入产出比ROI 作为市场行销团队的组合指标之一 如果只考核ROI这一项 市场行销团队只用以销售效果负的广告购买方式 搞来前客名单 ROI就能达成目标 但非常可能会让销售团队的人均效能 和公司的整体销量规模不达标 因为这一类的潜在客户品质通常较差 转化率也很低 意味着会拉低销售团队的人均产能 也会拉低公司的整体阅读销售额 三 销售额指标 一直都是销售团队的考核指标 过往市场行销团队 不直接扛销售额指标的原因是 市场行销团队的工作内容距离达成销售额 还有若干个最后一公里的干扰 比如销售人员或销售网站的充裕程度 销售人员的跟进转化能力等 同理 销售团队的工作内容 与最终达成销售之间 何尝不是也得了好多个干扰 比如市场行销部推动的价格政策不对 促销政策弱于竞争对手 产品包装和产品组合不够好的 那为何销售团队能扛销售额指标呢 所以销售额指标最近也开始作为很多CMO和市场行销团队的关键指标之一了 尤其是在互联网家的企业中 如果认同用前课数量 销售额和市场投入产出比ROI这三项指标的组合作为考核指标 可以分别给予这三个指标权重 比如每个指标的权重都是大约33% 这样会让团队在行为上没有偏移 也能让公司获得一个相对平衡的结果 行销团队的工作一半是技术活 一半是艺术活 一半做流量 一半做品牌 一半的贡献是可量化的 一半的贡献是不可马上量化的 相比较于其他岗位职能 行销团队要扛的考核指标一直都存在很大的争议 有智慧的CMO正在往结果走一步以破局 让市场行销团队与销售团队穿一条裤子 并尽量与CEO的终极结果目标接近 大规模的行销实战 需要兼有完整专业体系和落地打法的支撑 无论是行销战略 年度行销计划 还是日常具体的行销工作 都涵盖行销管理的八大模组 更详细内容 请看胡超的极简市场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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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看胡超的极简市场营销